211.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道報 開放式管理與服務的典型範本 2015年7月27日產業熱點A13 假發傳上海軟件員是我國教組建立的開放式軟件員區 以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張江國家自住創新示範區管委會為指導單位 依托上海軟件中心 上海計算機軟件技術開發中心 採取開放式管理和服務模式 集序創新資源 形成高端服務的虛擬平台 目前 上海軟件員有20多家軟件員區 並對各員區採取開放式管理和服務 充分發揮了各員區創新發展的主觀能動性 形成各員區錯位發展 服務理念領先 百花齊放 各領豐蘇的管理模式 和競商發展的創業生態 開放式管理和服務 市場正以紅便的市場驗證著上海軟件員創新發展的成功之路 由楊媽媽創業到楊媽媽品牌楊秋萍 原區管理和服務專家 曾經將徐匯軟件員做得風生水喜 楊秋萍在66歲時 偽然決定再次創業 並在2012年1月到復旦軟件員重令做起 經過三年多的經營 復旦軟件員以形成復旦軟件員線上 少聯天下善下 讓媽媽服務品牌三大品牌特色 七十歲的楊秋萍也先後輔導了包括圍程在內的七家上市公司 2012年7月 少聯社區成功上線 標誌著沒有圍牆的公共服務平臺開放式服務走向市場 沒有邊界卻有著規範 沒有資產紐帶卻有著共同利益 沒有統一領導卻有著相同的服務水準 楊秋萍如此評價少聯社區服務平臺 同時少聯天下環聘請李開伏等為創業導師 開展線下各類服務 通過偶爾爾式的服務 將資源充分地整合 為五百家入住企業 四萬家會員單位 十六個產業聯盟構建中向打通 橫向跨界服務渠道 與此同時 線下積極開展企業家區樂部 讀書會 產業對接會 投融資配對會 人才相親會等活動 基市創業者 優市園區服務者 基市園區管理者 優市創業導師 2013年 楊秋萍成為上海市創業導師 創業大賽評委之後 又在2014年成為團中央創新創業大賽評委 導師 多年來 楊秋萍用媽媽般的愛生愛護 培育了一批有一批企業 塑造了養媽媽品牌 而今 他更加關注草根創業 大學生創業和二次創業的年輕人 並為他們設置了創業苗圃家夫化加成長的創業快速通道 由專業化服務平台到組建資源池上海雲基地 是自創天地的原中原 建於2010年 是上海市雲海計劃 大數據三年行動計劃的重要實施在體之一 採取三方共建 專業化運營的管理模式 上海市陽普雲計算創新基地發展有限公司 首創了基金加基地服務模式 2011年 上海雲基地攜手寬大資本設立 國內首支雲計算組中期創投基金 雲海創投基金 打造產業投資 產業載體 政策扶持 公共服務四位一體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 同時 構建了開放 平等 協助 分享的專業化服務平台 如上海研發公共服務平台 上海中小企業服務活動平台 張高高新區公共服務平台 為展示雲計算成果 該公司環建設了上海市雲計算創新展示中心 中國首個雲計算全產業鏈展示和體驗中心 上海市首批智慧城市體驗中心和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 產業沙龍促進深度產業合作交流是上海雲基地的兩點 雲間面對面逐漸成為上海市雲計算 大數據領域的富有影響力的合作交流平台 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生態系逐漸清晰 僅2014年就舉辦65場活動 上海雲基地技術總監 上海大數據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副秘書長王鵬認為 通過活動可以從中發現 識別出優質企業 進而鎖定招商或實施投資 擴大產業鏈 協同創新資源池 匯聚連 運計算 大數據產業資源 幫助用戶快速找到支持機構和合作夥伴 豐富的資源庫成為上海雲基地 政府服務機構、投資基金、園區基地、合作媒體、業內專家、高校科研院所 形成了豐富的資源庫 由科技金融平台到品牌輸出組在2009年 上海曹河經開發區在扶持園區中小微科技營企業的發展中 就探索出政府加園區加創投加擔保加保險的多層次科技金融服務體系 上海曹河經開發區科技營中小企業融資平台 從初始的5千萬元已發展到現在的1.8億元 以無抵押、無擔保的相信商務模式 累計向255家企業貸款8億元 上海曹河經新興技術開發區發展總公司副總經理楊登雪 這基於我們對企業的詳細了解 公司有高數質的服務團隊對接企業 由輸血到造血 上海曹河經開發區科技營中小企業融資平台經歷了幾輪深度發展 除匯區政府追加1千萬元的風險比赴金 交通銀行追加1.2億元的信用額度 融資平台的資金規模已增至1.8億元 下一步還將多家銀行動員起來競爭 讓更多銀行服務中小企業 提供更多金融產品 目前增加值投功能已成為民營枯發器的轉型選擇 除匯區將和曹河經開發區各出資500萬元 建立1千萬元的第一期天使枯化基金 作為創新創業項目吸引其他天使基金 V.C. 被的引導和配套資金 對初創期枯化其企業實施股權投資 對上海市天使投資引導基金支持對象 給予配套扶持 據悉,今後五年逐步將改基金增加到3千萬元 上海曹河經開發區還將建設曹河經創投資本講 通過運行補貼、租金補貼、高級管理人員獎勵 高級人才扶持等獎勵方式 引進集聚天使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 股權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 並購基金、股權DW等各類創投資本 國內外各類證券交易機構、股權交易機構、 技術產權交易機構的辦事儲和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機構 五年內力增實現註冊在原區的各類創投資本 企業100億元注重遠環境服務 創立了一套自己的查詢體系 即知識產權服務平台 並申請了知識產權 該平台具有商標、報圖、專利三合一的功能 可提供代理、評估、法律諮詢等服務 制定創新服務標準 曹河經開發區針對不同的創業對象 提供不同的枯化再啟和服務 只要項目通過原區審核、團隊無需註冊公司 便可獲得享受3至6個月的免費租期和零成本電話、網絡、 福印等配套商務服務、全產業鏈枯化模式 曹河經開發區偏賺的第一本高新區枯化器創新創業服務標準 成為國內枯化器行業第一個企業標準 也是上海市推薦標準 並獲得了全國推廣、健全跟蹤服務體系 曹河經開發區還將為這些描譜項目 提供聯絡員加輔導員加創業導師的跟蹤輔導體系 實施走出去戰略 如今 曹河經開發區還將自己的創新創業服務 延伸到普江、重江、臨港、康橋、南橋、外高橋、海寧、 嚴城等地和域外兩地 構建了一加八加二的一區多元格局 實現了品牌輸出 並積極謀惑進軍國外 由體制機制創新到簡正放拳目前 上海縣檢園的各項管理和服務 由上海縣檢中心協同各元區機構開展 並通過三位一體的組織模式整體推進 上海縣檢中心負責產業技術研發和成果應用 配合政府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 並為上千家軟件公司提高技術服務 上海市軟件行業協會發揮行業優勢 開展企業年審、正企溝通、人員培訓、 旗刊編法、峰會籌辦、商機配對等服務工作 正是由於創新才形成了上海軟件員特有的發展格局獲創新活力 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已成為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支撐 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進步的強大引領 誰牽著了科技創新者個牛鼻子,誰走好了科技創新者步先首期 誰就能佔領先機,贏得優勢 這是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對上海提出的要求 對於這樣的要求,上海軟件中心主任、上海軟件員常務副主任 終於為有著深刻的體會,她說,用改革的思路創新是上海軟件員創新發展的原動力 她認為,體制機制的創新關鍵在於改革,改革促進創新,創新倒逼改革 同時她強調,軟件要靠新人造,新人要靠新機制,基於這樣的理念 上海軟件員實現了創新的便利化,搞活了金融市場,暢通了變值融資渠道 擴大了創新投資,提升了服務理念,營造了創新生態,激發了創新活力,創新了服務模式 大導致簡、簡正放權、放管結合、放開市場、放活主體 形成有利於創業創新的良好氛圍是上海軟件中心期待的結果 鍾與偉表示,在未來的創新發展實踐中 中心將全力打通頂層設計的最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實的最後一公里 上海軟件員和上海軟件中心承擔了上海張江國家高新自主創新示範區重大項目 著重開展軟件創新服務體系建設,在上海軟件員服務聯盟成立其重大專項研討交流會上 上海軟件中心副主任、上海軟件員執行主任張紹華充滿自信 相信,上海軟件員在未來的創新發展中將創造出更多的第一 成為行業的領跑者